李延欣又双眼紧闭 他用力地点点头 他浑身都在发着高烧呢 现在感觉身体里寒气逼人 叶昊轩一时半会儿 也弄不清楚他身体里到底发生着何种变化 他犹豫了一下 把李延欣的身体扶了起来 然后紧紧地揽在怀里 身上的浩然蒸气运转 用自己的体温去为他取暖 李延欣浑身颤抖 他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紧紧地全在叶昊轩的怀里 尽管如此 叶昊轩还是感觉到他浑身都在打颤 李延欣的身材娇小玲珑 叶昊轩现在暖欲温香在怀 他的感觉有些怪怪的 自从认识这个女人以后 两人貌似没少死掐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如此的贴近 不得不感叹 有时候贼老天真会玩弄人 渐渐地李延欣不再颤抖了 他再次陷入了沉睡之中 一眨眼又是数个小时过去 叶昊轩 李延欣再次睁开眼睛叫了一声 我在 你感觉怎么样 叶昊轩轻声问道 我没感觉 唯一的感觉就是你不怎么君子 你这是趁人之威 李延欣摇摇头 我也是没办法 我发誓绝对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的 如果我真想占你便宜的话 我现在就把你扒光了 你敢 李延欣笑了笑 半带威胁地说 他沉默了片刻又道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 问吧 就算你问我在床上能坚持多久 我现在也会告诉你 叶昊轩一本正经地说 李延欣又忍不住扑斥一笑 继而他盯着叶昊轩道 我对你床上功夫没兴趣 我只是想问你 如果哪天我迫不得已 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会不会原谅我 李延欣表情满怀期待 看得叶昊轩一阵纳闷 他已经确定这个女人脑子被烧坏了 要不然怎么他说话的语气 给人一种含情默默的感觉 会原谅你 话说 你打算哪方面对不起我了 叶昊轩郁闷地说 我只是打个比方 李延欣闪闪地笑了笑 他突然伸出手抚摸着叶昊轩的脸道 我今天才发现你长得挺帅的 没办法 基因太好了 有时候我都不敢上街 怕被一群女人围 叶昊轩开玩笑地说 他只希望能转移他的注意力 让他感觉没有那么痛苦 这次如果能活着回去 我真的要找你滚一次床单 要不然我哪天真的遇到危险死了 连男人都没碰过 那多遗憾 李延欣浅浅地笑道 叶昊轩 都什么时候了 这女人还有心思 拿这个开玩笑 那边光线好 我想去那边躺一会儿 李延欣指着一侧 荧光比较亮的地方 叶昊轩横抱着他起来 走到了指定的地方 然后又坐下道 你该减肥了 好重 这里很漂亮 跟仙境一样 让我死在这种地方 也算老天待我不薄了 李延欣盯着上方的亮光道 我说了 你在突破 如果你的意志够坚强的话 你根本不会死 度过这一关 你就礼于月龙门 实力更上一层楼 叶昊轩无奈地说 这个女人为什么不相信她的话呢 我知道我在突破 可是如果没有师父在我旁边帮我的话 我肯定熬不过去这一关 师父原本预测我突破的时间在二十六岁 可是我没有料到竟然会来这么早 李延欣悠悠地说 你说什么 叶昊轩怂然以惊 所以 这一次我会死 我怎么也没有想明白 我为什么会现在突破 李延欣继续道 战神曾经告诉我 人体的潜能是无限的 你也一样 你现在要保持你的意识的清醒 然后努力地激发自己的潜力 你会过去的 叶昊轩连忙道 没用的 我不是战神 我只是一个女人 如果我师父不用她的密宗真言 助我突破 我是死定了 李延欣叹道 好遗憾啊 我到现在没交过男朋友 你师父现在是不在 但是 你还有我在 叶昊轩突然道 你能干什么 李延欣有些不屑地说 我是医生 我说你没事 阎王也拘不走你 叶昊轩喝道 你不是神仙 李延欣摇摇头叹道 你走吧 去想办法离开这里 让我一个人在这里等死算了 人死了一定很难看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难看的样子 叶昊轩心中叹息啊 他紧紧地抱着李延欣道 我们会有办法的 我现在就去找出路 然后带你出去 如果陆锋死的话 我就陪着你死 说不定多少年后 我们会被探险的人无意间发现 到时候 人们肯定会说 看这对孔明鸳鸯 李延欣又是忍不住一笑 他闭上眼睛 奋力地点点头 叶昊轩轻轻地把他放下 然后站了起来 沿着河床边的路向下方走去 殊不知啊 这身后的李延欣看着他的背影 泪流满面 一天前掉入天坑以后 两人被急流一路冲到这里 这个地方的水流渐缓 河床的一侧是山体 有一个汽车宽的道路 叶昊轩沿着河床一边的路 向下游走去 往上游走有些不太现实 因为前面全是激流 而且岸河两边都是石壁 根本没有路 眼下的情形 也只有看看下边有路没有 走了十几分钟 前方的路变窄了 再向前走 路没有了 水流顺着一个洞口向外倾泻出去 看着水的流逝并不急 叶昊轩决定下去看看 这洞口到底有多深 洞后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衣服也不脱 扑通一声直接跳入了河水中 他摸索着来到洞口 然后伸出头 深深地唤了一口气 接着狠狠地扎入水中 顺着水流向前摸去 两侧都是坚硬的石壁 叶昊轩身具浩然真气 在水下避气的时间 可以很长 这洞口并不算短 过了五分钟还没有尽头 叶昊轩打算折返回去 虽然他能避气五分钟 但是他不保证李延新能避气多久 这么长的时间仍然没有出洞 可能李延新是没有办法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下手的地方一空 洞口却是到头了 叶昊轩心中一息 他猛地窜出水面 果然啊 另外一个钟乳洞 又出现在他眼前 这个钟乳洞 与之前的不太一样 但是同样泛着各色的荧光 不至于让这里黑得 什么都看不到 叶昊轩游到岸边爬了上去 这个山洞的范围极大 一眼望不到边际 入鼻一股淡淡的清香 似乎还有什么植物 而且这里的水潭倾可见底 水里有一些身材细长的小鱼 成群结队的游来游去 叶昊轩沿着路向前信步走去 这条小路似乎是人工铺成的 上面生满了青苔 而在小路的两侧 还生长着有各种各样的草药 叶昊轩单是看一眼就看到了几种 珍贵难寻的药 看来这个洞是某处的洞天浮地 像这种中年不见阳光的地方 如果不是伏地 那只能滋生一些惠物 是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的 叶昊轩越是向前走 前面的草药越是珍贵 突然 一抹紫芒在叶昊轩眼前一亮 紧接着一株硕大的紫色灵芝 出现在叶昊轩的眼前 这是 紫玉灵芝 叶昊轩又惊又喜 连忙走上前去 细细地看着这株灵芝 不错 正是难得一见的仙草 紫玉灵芝 叶昊轩上前研究了一番 决定先折返回去 把李延欣带过来 虽然李延欣的突破有些特殊 但是只要有这里的灵药 叶昊轩相信 能找出来一些临时制成药 助他渡过难关是没有问题的 叶昊轩猛地扑到了水中 然后快速地往回游 好在这里的水流不算很急 虽然是逆水而动 但是叶昊轩还是没有费多大力气 便反了回去 他爬上岸之后 往回一路急奔 信信 我找到一个好地方 我想那里会想到办法 让你渡过难关的 叶昊轩老远便兴奋地喊道 但是当他跑到李延欣 刚刚待过的地方时 却见那里空无一人 叶昊轩怂然一惊 一种不祥的预感 瞬间涌上心头 他转身大喝 李延欣 你在哪儿 叶昊轩突然有些后悔啊 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像是仙境一样 但是地下寸草不生 不像是刚刚看到的那里一样 处处充满生机 天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呢 他不该把李延欣一个人留在这里 绕过数个巨大的钟乳 眼前的光线突然一暗 这里的荧光呈紫色 叶昊轩一眼就看到了一些个子 在三四十公分的小东西 不停地窜来窜去 这些东西身上长鳞甲 但是有手有脚 赫然是一些人形蜥蜴 叶昊轩倒抽了一口冷气 吸人 这种东西他只是听说过呀 是一种黑暗生物 生长在一些长期不见阳光的地方 极度的难产 眼前这一群恐怕有不下数十只 就在这个时候 叶昊轩明显地听到洞内一声轻呼 这声音正是李延欣的 他心中意紧 已经确定这个傻女人一定在这里 叶昊轩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只见在一根巨大的钟茹后 李延欣手持冷月 正在跟一群西人对峙着 虽然他身体虚弱 但是他毕竟不是一般人 手中的冷月又属于法器 所以一时间逼得这些西人不能近身 就在这个时候 被逼退的西人突然分散 分三路向李延欣围攻去 李延欣现在身体虚弱 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了这些东西 全部滚开 叶昊轩一声沉河 他右手倒掘一掐 一个转字瞬间在半空中结成 半空中的转字所发出的灵光 正是这些东西的克行 所有的西人不约而同的一声尖叫 身后比较暗的地方 有无数颗脑袋伸了出来 这些东西似乎是惧怕这些五颜六色的荧光 所以只是在当地急得团团转 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地冲出来 刚才为什么离开这里 叶昊轩语气不善地问道 想想这个笨女人 没事乱跑招惹到这些黑暗生物 叶昊轩就一阵来气 我 我只是不想让你看到我死后的样子 肯定很难看 平时魔女一般的李延欣 如如地小声说道 我让你死了吗 叶昊轩不悦地瞪了他一眼 心想这女人对自己的医术也太没有自信了吧 你又不是神仙 你不能掌控一个人的生死 李延欣叹道 说不定我是呢 叶昊轩笑了笑 然后一把将李延欣背在背上 沿着河岸像刚刚的那个地方走去 你要带我去哪里 李延欣的身体虚弱至极 他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一个好地方 放心吧 在那里我会想办法治好你的 叶昊轩头也不回地打倒 知道吗 刚才你离开了那么久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傻 我为什么要丢下你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带回去暖床也不错 叶昊轩笑道 如果你一个人 还有可能找到出路 带上我 走出去的机会就小了一半 李延欣沉默了片刻 放下我吧 你自己走 我时间不多了 就算我师父现在在这里 恐怕也救不了我 我没有放弃朋友的习惯 尤其是女人 如果我把你一个女人丢到这种地方 我也就不是我了 叶昊轩淡淡地回答 我又不是你的女人 李延欣冷横道 现在不是 说不定以后就是了呢 叶昊轩笑了笑 他背着李延欣快步向前走去 身后的两团柔软 让他有些想入非非 以前他遇见李延欣的时候 总是下意识地 躲他躲得远远的 生怕他的六象般若 把自己的腰压断 而现在自己背着他这颗定时炸弹在身后 反倒是安心了不少 殊不知 身后的李延欣浮在他的肩膀上 泪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流了下来 你哭了 感觉到自己身后一阵潮湿 叶昊轩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却一眼看到满脸泪光的李延欣 没哭 就是什么东西弄到眼睛里了 李延欣抹了一把眼角的泪 叶昊轩无语地摇摇头啊 还死不承认 哭了就是哭了 他没想到这个魔女竟然也会有这么柔弱的一面 看来女人就是女人啊 不管什么时候背后都需要有一个男人撑着 李延欣也不例外 不知不觉 两人已经走到了这片河床的尽头 看着前方硬邦邦的石壁 李延欣叹道 没路了 有路就在下面 这是一个山洞 安和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 通过这里之后会有另外一个府邸 我想在那里有办法治好你 不过你需要闭气五分钟 你干脆杀了我算了 你感觉我现在的状态还能闭得了五分钟的气吗 李延欣没有一点力气 他瞪了叶好轩一眼道 我会给你肚气 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要跳了 叶好轩说完把李延欣放下来 看着湍急的河水 李延欣犹豫了一下 然后紧紧地抱着叶好轩的手臂道 万一我被憋死在里面了 你也别想活 那感情好 那样的话就做一对孔明鸳鸯吧 正好我也不想回去面对京城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叶好轩无所谓地说 准备好了 跳吧 李延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叶好轩紧紧地抓着李延欣的手 然后深吸一口气 和他一起一头扎入这冰冷的河水之中 暗和经过的这个洞恰恰能容两个人过去 叶好轩一手拉着李延欣 另一只手奋力地向前方游着 刚才他游得轻松如意 那是因为他刚才是一个人 现在带了一个李延欣 颇有些吃力的感觉 不知不觉两分钟过去了 现在的李延欣面临着突破 他的身体相当地虚弱 如果是平时 闭气七八分钟对他来说 是小菜一碟 但是现在刚刚过两三分钟 他便感觉到费力因为缺氧而难受 似是感觉到了李延欣的异样 叶好轩一把揽过他的脑袋 堵在他的唇边为他肚气 正在慌乱的李延欣突然被叶好轩 堵住嘴肚气 他不由地吃了一惊 从未和男人有过如此亲密的他 明显地感觉到有些抗拒 但是他只是稍稍地挣扎了一下 便安静了下来 叶好轩身上的气息 给他一种异样的感觉 那感觉很奇怪 他心里明明很恼怒 但是无形中却又很期待 叶好轩这样